早上好各位 2022年4月22日 这里是西藏丁青县的蜘蛛山山脚下 昨天在山脚下的游客中心 休息了一天 咱们今天就接着往西走了 再往西就到丁青县城 大概40公里 也是能走到哪走到哪 咱们不强求 一切收拾完毕之后 我们接着下车 沿国道317往西行进 从蜘蛛山到丁青县城 只有大概三四十公里的路程 今天这一天 基本上都是在穿越草原 山坡上几乎没有什么高大的树木 因为丁青县是属于高原寒带气候 年平均气温只有3.4摄氏度 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下 植物很难茁壮成长 我一直觉得走317国道进藏 要比318难度更小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车辆较少 但是恶劣的地质环境之下 偶尔也会走上一段飞服装路面 但是长度都不大 中午12点左右 我们抵达西藏昌都市 丁青县城 好了各位 刚出了丁青县城啊 大概的逛了一下 这个县城不太适合露营 估计待会我们还得接着往前走 周边的这个环境是比较荒凉的 山上全都是光秃秃的 来吧 五人机带大家看一下 丁青县 隶属西藏自治区 长都市下辖 地处长都西部 西藏东北部 这个县拥有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二平方公里的面积 人口却不足十万 下辖两个镇 十一个厢 其中五个都是纯木叶厢 草原面积达一千五百万亩 除此之外 丁青县还发展陶 编织 藏庄等 民族手工业 以及种植青科小麦等少量农作物 我们当前所在的位置 就是丁青县的政府驻地 丁青镇 县城周边 河谷纵横 崇山峻岭林立 三千八百多米的海拔 使得天边的云彩看起来很低 似乎与高山连为一体 而如今的四月下旬 丁青县的气候还未完全为暖 草色未清 这将这座县城的粗犷荒凉 显入无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丁青县城 找不到合适的露营地 便打算接着驾车 往西行进六十公里 到丁青县齿獨镇 再停下 这一路上的风景 让我的眼睛片刻不想休息 草原与雪山相应城去 路边流水潺潺 公路一望无际 仿佛通向天的那边 我就这样驾着房车 在路上悠闲地走着 内心里一片平和 烦恼全消 在路面中的到达 最后在温暖地走着 在路上 前从达到尾巴 就像不一样 上下来 人吴 站在松下 又在松下 在苍律上 是 离权 丁青县到赤独阵 大概有60公里的路程 一路尖南 爬上了海拔4430米的穹涅拉山崖口之后 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 此时距离今天的目的地赤独阵 只剩下30公里 这个镇上今天好像是有集市啊 好多的车和人啊 好了各位下午2点钟 咱们今天呢就不走了 刚出了池篤镇啊 镇子外面这个河边有块空地可以停车 旁边呢有一个藏族的村子 所以住起来也没那么害怕 今天这一路走的风景实在是太漂亮了 不舍得眨眼睛啊 好了早点给大家剪视频了 今天呢就到此结束 我是冬瓜 正在一人一车自驾穿藏北线 点赞评论加关注 远方的风景就是我自身的心愿